台灣屎B型肝炎盛行地區 根據調查 40歲以上成年人的B肝代源率 高達兩成左右 吃了洪醫師開了治療藥物之後 覺得整個身體狀況變得很好 然後幾乎也沒有什麼副作用 那就是一直自費吃到現在 抗病毒藥物在急性發炎期 能夠成功阻斷病毒繁殖 避免反復發炎 讓指數恢復正常 最主要是現在的藥物 對於B肝的治療效果 它有它的極限 目前大概只能控制 沒辦法做根治 由於躲藏在肝細胞中的 B肝病毒不受阻斷 一旦停藥或免疫力下降時 B肝病毒會繼續復制 就容易復發或造成肝癌發生 此時配合中醫的治療 不僅提高B肝患者的免疫力 也能幫助控制病情 吃了中藥之後 覺得血壓已經很快速地 就降了下來 而且效果也不錯 身體也比較不會疲倦 以往正統醫療常反對中醫介入 如今中醫扮演 從輔助到整合治療的重要角色 透過臨床治療及實證科學研究 希望幫助更多擔憂無助的患者 中醫的調整就是 我希望把你這個部分 身體免疫力 抵抗力的部分調到最好 讓病毒沒有機會 透過分子生物研究 發現重西藥合併服用的特定避肝患者 罹患肝癌的發生率 可以比單純服用西藥者再降低 證實中藥確實可抑制肝癌形成 於是提醒 保肝成功的關鍵在於選擇 西醫與中醫有互相交流的團隊 才能彼此了解用藥情形 為避肝患者打造最佳的防護網 所以我們才能...